利浦扣肉 利浦扣肉是广东地方丰儿菜肴 这道菜所需的主要有 利浦芋头400克 炸好的猪肉600克 所需的配料有 精盐3克 豆腐乳15克 大蒜末1爽克 深色酱油25克 需要的调料有 花生油适量 湿淀粉10克 淡二汤20克 白糖5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做法 取一个容器 把切好的蒜粒 豆腐乳 白糖 精盐 放到碗里 用上汤调匀 盛味汁 冷酶 Can I hear you in your name? Yeah, I should do that i know you 好, deserve it 现在把炒锅上火 放入油 下入切好去皮洗净的芋头片 芋头片炸至色黄时就可以捞出了 然后将事先走红好的五花肉切成大片 装入容器中 在胶上用蒜粒豆腐乳等对称的味汁拌匀 将拌好的五花肉片和炸好的芋头片 肉皮朝下间隔着马放到扣碗中 再把剩余的味汁倒进去 现在把蒸锅上火注入水 大火烧开以后 放入麻好肉的扣碗 用中火蒸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将蒸好后的扣肉取出 先逼出汤汁 然后将炙熟的肉扣入到包仔中 炒锅上火 倒入逼出的汤汁 再加上上汤烧开以后 放入湿淀粉 酱油 调色勾芡 再把这个芡汁淋在原料的表面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这道粒谱扣肉就已经做成了 在制作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炸芋头片时油温不宜太高 否则容易出现焦黑的现象 这道粒谱扣肉的特点是 色泽红亮 肉烂而不腻 芋头松软 风味别具一格 炸芋头松软 风味别具一格